高中国文课纲的文言与白话比例究竟该多少? 各界一见分歧 中央社分享争议多时的高中国文课纲 预料将于今天召开的教育部课程审议会 课审会大会讨论 除了文言和白话 中国文学和台湾文学的拉锯外 教育团体的折衷提案能否成为解套良方 也是值得观察之处 教育部规划12年国教课纲 108课纲 国家教育研究院课程研究发展会 课发会研修小组 将文言文比例定在45%至55%之间 但进入课审会高中分组时 却有委员建议降低到以30%为上线 并减少推荐选文篇数 在网络上推动选文投票 选出多篇台湾文学作品 课审会的举动 触碰社会敏感神经 随着立场迥异的两场连数展开 逐渐演变为中国文学派与台湾文学派的拉锯 王德威 曾永义等多位中央研究院院试发起 国语文是我们的乌语连数 主张课审会应尊重课发会的专业 课纲文类比例不宜任意裂解线缩 而另一方面 台湾文学学会也由诗人向阳等人带头 支持课纲大幅调整 降低文言比例 增选台湾试文 随后文学台湾杂志社也发起网络连数 新颖多位作家响应 一边要留 一边要砍 仅无妥协可能 教育团体则于近日提出折中方案 未撕裂的两造找到突破口 其中国教行动联盟从适性学习角度出发 提议将高中国文分版 分成文言占30%和50%两个版本 让学生自行选择 国教行动联盟理事长王立生表示 高中数学分版已行之有年 深一十二年国教课纲时 也有人提议英文课分版 如今国文文百比例争议不下 分版或许是一个的解决之法 国教行动联盟在课审会中没有代表 但他们会想办法找人提案 另一方面 全国家长会长联盟 全长联则主张课纲文言比例 应有适当的弹性空间 例如40%至55% 出版社可自行选择编撰教科书 教师也可是学生需求选择合适的教材 比起分A B版 全长联的方案对现行课纲草案的变动较小 只是将课发回的版本再拉大一些 全长联认为教育部在审议课纲时 应回归教育专业以达到学生学习最大利益为考量 台湾家长教育联盟理事长谢国钦则点出各界证论文百比例之时 忽略了12年国教课纲的精神事件必修 增选修 因此即便必修课程的文言文减少 学生还是可以从选修课中学到更多知识 谢国钦表示 现在的高中已不像20多年前一样 是纯粹的精英教育 超过一半的人都就读普通高中 学生组成更为多元和复杂 因此新课纲才会如此设计 必修课程着重基本能力的养成 有兴趣的人再加深加广即可 教育部国民及学前教育书长邱干国近日多次受访 强调相关建议 还是需回到课审会讨论 课审会委员来自社会各界 有很高的自主性和专业性 将依法法定全责审议 并和国教院研修小组在过程中充分对话和讨论 重视程序和专业